大家好 时间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就在于 华南云带将要逐渐的东移了 而云层的发展 我们这气象一开始 就用色调强化云图来告诉大家 先来注意到云层 最主要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在浙江 在福建 甚至到达广东沿海 而在这条封面带 正在逐渐的要开始 逐渐接近台湾北方海面的时候 封面前缘的云层 也就会开始逐渐的接近了 所以伴随着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会先从一个多云的天气之后 就逐渐转为有短暂雨的状况 所以我们用几个时间点 来告诉大家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 在上午的时候 外出山区的部分开始有雾 山区行车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低空云层的影响 而到了中午温度还是偏暖 尤其中南部地区 还是接近到30度的高温 不过下午以后开始 山区因为有热力作用 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的山区 就会有局部性的我后阵雨了 接着到了礼拜五的晚上 短暂性降雨状况要增多 封面接近了 周休假期要下雨 温度要下降了 所以带妈妈出门去 要切记一件事情 背着雨句 因为这个礼拜的母亲节 天气就会受到 这一道封面的影响 比较属于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我们再来看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在未来这个封面系统要怎么影响我们 先用几个时间点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 我们先来注意到 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 当封面带还没有接近的时候 风前的偏着西南风进来 使得在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些局部性的短暂雨出现 不过下雨的时间来说 是零零星星的 到礼拜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封面再往南移动了 风前的水汽在进来的时候 还是属于零星的降雨 因为这个整个水汽的发展结构体来说 并不是非常的良好 而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封面带已经东移了 往南移动了 所以北方高压带进来 凉凉的空气 北部还是凉凉的 晚上在20度高压东移 而接着到了星期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封面就已经逐渐难移到巴士海峡 这张图是星期二 星期二封面后半段部分 开始要往北台深前半段走了 而台湾上空也就随着风场 渐渐的变为一个偏东风 天气状况来说 逐渐的转为清朗 所以温度形态来说 其实周一天气就开始好转 干燥空气进来 周二温度上升 周三开始就有局部午后真雨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 早晚凉凉 白天温度深 但是下午以后降雨状况 北部地区开始出现 中部地区要注意的是 山区有局部性的三八号 不过整个降雨在中部以南 要等到了晚上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的雨 主要在宜蘭到东北角 明天下午以后有 外岛地区倒是注意 低空云城影响有误 小丁明两件事情要提醒 山区有误 能见度差 行车注意 中午天气暖 户外活动记得多喝